字幕字幕 李宗盛 今天呢 在跟大家這個介紹 密教的這個法器 上一次我们介绍这个念珠 密教的法器呢 最重要的有这个金刚处 那么这个是金刚处 还有金刚灵 这个是金刚灵 那么金刚处跟金刚灵 在密教的行者 都一定要用到的 这个处啊 有单谷 那么也有这个三谷跟五谷 都有分别的 这个金刚处啊 可以讲起来是一种这个 古代的时候啊 印度的一个兵器 那么密教把这个拿来当法器啊 它有象征 那象征啊 它本身去降服魔障 降服魔障 降服自己本身的这个烦恼 那这个金刚处呢 那这个金刚处呢 是本身是很坚固的 很坚固 象征啊 这个金刚不快的 以这种金刚不快啊 去降服魔障 跟降服自己的烦恼 也代表着这个慈悲 这个处也代表着慈悲 那么金刚灵呢 它是一个象征啊 一种智慧 象征一种智慧 摇灵啊 这个摇这个灵啊 表示 这个智慧演绎 演扬 你这个智慧的声音呢 跟灵声一样的 传遍横眼 可以弘扬佛法 可以 真正去弘扬佛法 这个灵声啊 听到灵声啊 就觉得非常的夜 那么觉得 是一个非常 好的一种 一种感应 等于是一种智慧的 一种灌顶 一种智慧 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一样的 这是金刚灵 我们看那个 一般的西藏佛佛啊 他拿着这个 金刚处 那么摇着金刚灵 他们大部分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 拿着这个金刚处啊 这个摇着金刚灵啊 是表示金刚沙斗 你看金刚沙斗 他这个 他本身的右手 一定拿着这个金刚处的 他的左手 一定拿着金刚灵 那么 这种拿法 这个交叉的时候啊 就叫做 杯至双印 杯至双印 一般来讲起来啊 在密教里面啊 这个西藏佛佛 你看他就是拿着金刚处 你看他就是拿着金刚处 那么摇这个金刚灵 那也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很少有什么这个 但是我们生活中不一样 因为我本人啊 曾经啊被金刚沙斗 带到西空之中 那么传授我摇金刚灵跟金刚处的大法 那么你会了以后啊 你回来了 所以我这个真佛中里面 真佛秘法的金刚灵 金刚处的摇法 一众不同 一般的密教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这个 金刚灵跟金刚处的摇法 是最殊胜的 真佛中的金刚灵跟金刚处的摇法 是特别不同 又是最殊胜的 它摇法有好几种的 旋转 反 你这个看啊 看摇这个金刚灵跟金刚处啊 这个不是说玩好玩的 它里面有很多象征 第一个 它象征啊 灵处摇动的时候啊 是代表这个法力的飞扬 法力啊 杯枝双印 正在把法力啊 发飞出去 那么像水一样的下降 这样子摇 像水一样下降 是什么呢 那就是水能够洗清所有的业障 就是洗灾 刚才这样子摇法就是洗灾 那么处跟灵互相接触 旋转是什么呢 它象征着敬爱 就二者之间在一起 互相旋转 就是敬爱 那么举起来是什么呢 这是愤怒 这个印叫做愤怒印 愤怒印 双手愤怒印 就代表着降服 这个就是降服 另外 这个左右的摇 这个前后左右的这样子摇 就代表着增加所有的利益 双手交叉的时候啊 就是悲至双印 所以一个真佛中的行者一定要懂得摇这个金刚灵跟金刚处的 这个摇一摇 佛法弘扬自信 智慧演义 一起金刚处 一切通通都定 那么这个呢 有持愤怒印的法 金刚处 愤怒印降服 持 金刚杀斗的法 这个持 这个是金刚结魔印 是结魔法 结魔法要用的 金刚结魔印 是这样子持的 那么持金刚处有如此的持 持 降服 那么金刚灵跟金刚处的应用 每一个所有的真佛行者 通通要用到的 所以这个 他本身呢 会象征着法力 每一个当上师的人啊 金刚上师的 他本身就是象征着金刚萨斗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欧妈的变秘方